她进入不了你的生活,只能是你的身体 陈杰和刘梅的相识是在一群无聊的朋友们一起吃烧烤串,喝啤酒的饭桌上 那天一群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嗨 真心话大冒险环节,陈杰和刘梅总是中奖率比较高 刘梅每次都是用喝酒来解决问题,自然而然那天她喝大了 陈杰似乎看出来这个女孩喝酒带心思 所以后来总是主动要帮她带酒,或者找些理由让她不喝酒 其他人还在一旁起哄说,杰子你真是心疼美女了啊 很晚这个酒桌才散场,有梅喝的太多了,被好友给带回住的地方去了 陈杰则是和其他梅喝多的继续找地方拼酒去了 陈杰是个三十岁出头,已经结婚的人,儿子已经四来岁了 老婆现在又怀孕好几个月了 但是因为是个贪玩的人,即使结了婚有了老婆,孩子这个毛病也改不了 在到婚姻里,她似乎有很多不满意,因为老婆是相亲认识的 家里人都觉得适合结婚,然后就结婚了 老婆对她很好,她自己也知道 但是她的心里总是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 所以经常和朋友在外喝酒打牌来打发时间的寂寞 都不愿多陪老婆孩子 刘梅二十五六岁,之前谈了一个五六年的男朋友 男方父母坚决反对,结果男的顶不住压力,两人彻底诈服了 她心里既难过,又觉得庆幸,自己没和这样的男人结婚也是件好事 但是从那以后,她的性格变了,害怕一个人在家呆着 喜欢跟朋友出去喝酒,疯狂,来麻木自己 所以在酒桌上,她从来不推脱 端起酒杯不问颜色,不问量,就是一杯一口的喝 和她初次打交道的人,都认为这个女孩真是豪放 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她的真实感受 本以为就是一次喝酒相遇,两个人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可是世间所有的缘分,甚至是冤孽,都是有安排的 陈杰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了一个公司,挡起了接待司机 刘梅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陪她一起去街外来考察人员的司机,竟然是陈杰 刘梅今天穿的是正统的职业西服,靠装 外面场款风衣,加上5厘米左右的高跟鞋 画上标准的职业妆容 和那晚酒桌上的人有很多的不同 去街人的路上,两人相互寒暄了几句,互相存下联系方式,方便工作上的事情 及时联络,就这样两个人经常要去接待 有时候还要陪同吃饭,喝酒免不了 但陈杰要开车,所以刘梅经常给她挡酒 慢慢的陈杰觉得对这个女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很想去了解她到底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有一次刘梅喝的实在是太多了 哭得歇斯底里,嘴里一直糟固着,混蛋,你是个混蛋 陈杰正才明白,这个女人被人伤得不轻才会这个样子的 日子这样不慌不忙的一天天过去了 但是她们之间似乎发生着微妙的化学变化 她会帮她准备解酒药,喂药,安全的把她送回家 甚至留下来照顾她,而她也没有拒绝 但是她们在外人面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工作关系 两人在一起时直说开心的事情,彼此不问过去,不谈未来 但是女人总是舍望很多 有一天陈杰的电话响了,老婆打电话来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肚子有点疼,感觉需要去医院看一看 换了电话,刘梅早就把外套给她拿了过来,回去吧 接过衣服,陈杰说,我回去看看,没什么事情,我就立刻回来陪你 不用了,大晚上你就别再回来了 我朋友刚好约我出去喝酒,去了晚上也不一定会回来睡觉 陈杰的老婆早产了,给她贴了一个女儿 看着保温箱里的闺女,她的心咯噔一下 刘梅和朋友出去喝酒,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 回游以为她又想起了男友呢,在那安慰她 别再想不开,赶紧走出来 这时她的手机收到一条微信,我又描了 她突然间明白,她进去的不是你的生活 只能进入你的身体,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来上班,领导告诉她陈杰辞职了 公司又给她安排了一个合作的四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